然后呢是关于咱们今天的一个课题案例 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去写的一个爬虫程序 同样 今天的话呢是去采集这个回车壁纸 回车桌面 里面的所有壁纸 对不对 除此以外的话呢 关于咱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环境 我就不去过多的强调了 如果说你的一个环境不对 尽快的去加募这老师去解决一下 除此以外 就咱们今天 首先的话呢 还是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一个数据 在哪个地方 可以 这个不足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跟着我去操作 首先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 我们是打开的谷歌浏览器 注意啊 像很多东西就去用的什么 比如说对吧 用QQ浏览器 用这个 反正一堆浏览器八糟的浏览器吧 对吧 不建议大家用其他的浏览器 我们程序员做开发 一般来说用这个谷歌 就够了 对吧 谷歌这个 YYDS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输入一个 叫做回车桌面 对吧 回车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啊 所提供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一个网站 对吧 当然老规矩啊 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去采集这个 对吧 当然不用说 对吧 肯定是这个美女壁纸 对不对 这个是老规矩 对吧 这个应该不用我去强调了 好吧 当然你想采集其他的这个壁纸 对吧 比如说手机的 对吧 比如说其他这个壁纸风景的啊 你如果说喜欢风景的也是可以的 好吧 不然我这里是更喜欢这个美女的 好吧 然后呢 在这里啊 这个里面的话呢 你会看到啊 有这么样的一些数据 对不对 有这么样的一些图片数据 好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播 就是说把这里面的所有图片 全部一式的给他抓下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们点击一个相册啊 进去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好吧 呃 找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一个大一点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 其实全部都在这个页面当中 对吧 你看到的 这里面有这么多图片 对吧 单个页面当中呢 就有这么一些啊 比如说这个单个相册当中 对不对 就有这么一些图片 对吧 这里面所有的图片 我们今天都要通过这个旁证序 给它采集下来 啊 并且的话呢 啊 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可能还要去 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啊 就是关于这个 自动更换壁纸的一个功能 对吧 啊 首先的话呢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吧 其实我们课前的话呢 给大家去 呃 给大家去 准备了这么一些图片吧 对吧 课前已经爬了一些图片啊 这些图片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演示 对吧 来个链接 啊 这个链接 你们直接去百度搜就可以了 还有我发吗 好吧 那我就发一下吧 好吧 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啊 我们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自动更换壁纸啊 这个功能 它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我们运行看一下 好吧 好吧 然后运行完我这个神区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为我们 去自动的更换 我们当前这个桌面 上面的一些壁纸 对不对 啊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设置 它的一些时间方面的一些东西 好吧 你看到 哎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吧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本节个要实现的 所有的一些功能 好吧 啊 然后我把这个壁纸先换回来 嗯 好的 啊 呃 然后的话呢 就是关于咱们今天啊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了 好吧 首先的话呢 在正式开始我们讲这个案例之前 好吧 还是问一下大家 呃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这种 呃 比较新的同学啊 对吧 比较新的同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没有这个 第一次来听课的同学 好吧 有没有啊 这里 有的话呢 可以给我敲个1好吧 当然老听课的话呢 啊 都是那几个人 对吧 我都记得 哈哈 啊 陈伟健同学又来了啊 陈伟健同学来了 啊 不对 陈建伟同学 啊 我一直把这个名字念错啊 不知道为什么 啊 同学直接改个名字吧 好吧 哈哈 同学直接改个名字吧 好吧 咱们这个陈建伟同学 对吧 直接改成陈伟健啊 好吧 好 有一位同学啊 只有一位同学嘛 还有其他同学啊 啊 还有其他不说话的 那算了吧 好吧 不说 改不了啊 用微信进来的 啊 那好吧 好吧 那直接改个微信呗 哈哈 哈哈 好吧 有一位啊 有一位 好吧 那么对于其他同学啊 这个有可能有这个 第一次来听课的同学 对吧 又比较害羞 对吧 比较害羞 没关系啊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啊 关于这个所有啊 不管是你害不害羞 对吧 说不说话 对于这些同学 同样的啊 给你们所有的同学 几点建议 对吧 啊 所有同学几点建议啊 这个建议的话呢 你不听啊 不听没关系 对吧 我反正要强调一遍 对吧 反正要强调一遍 对吧 第一个点的话呢 是关于咱们听啊 听我们本集合的 一个案例的时候啊 对吧 就尽量的 对吧 还是不要去敲代码了 对吧 当然这个我经常说 对吧 同学们听不听 也是你们这也是 对吧 之前就有很多东西啊 我强调过很多遍 对吧 但是还是要跟着我敲代码了啊 没关 没办法对吧 啊 你当做 反正当做个屁吧 放完就 放完就可以了 好吧 啊 其实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第二个点啊 就是说关于咱们今天啊 关于咱们今天的这个 讲课题 讲案例的时候 对吧 你有任何听不懂的地方 一定要一定要 记得及时提出来 对吧 课后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去管这些问题了 对吧 在课中的话呢 有问题 我现在可以 全部的给你去解决一下 对吧 啊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左边是有这个代码行数的 对吧 哪一行看不懂 你就直接听哪一行 对吧 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已经来听课的同学啊 就尽量的不要进行出租了 对吧 因为我们在课档上讲的这个知识案例啊 如果说你一直以来啊 一直进行出租的 对吧 像刚刚就有很多同学啊 一进一出的 对吧 啊 就比较的难受 好吧 你就尽量的啊 能听到听到结束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这个案例的话呢 知识点今天还是要连贯一些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课前给大家去强调的一个点啊 好 呃 然后呢 就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一个介绍 好吧 呃 在这里准备好的同学啊 是吧 你的这个 啊 虽然我刚刚说啊 这个 你先听我思路不要切带嘛 但是现在 这个打开了派项目 啊 打开了这个网站 已经准备好的同学 可以给我敲个一 好吧 可以给我敲个一 哇 都没准备好 都没准备好 那那我也要开始了 好吧 都没准备好 我也要开始了 首先的话呢 还是我们的一个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 对咱们今天的一个基本思路 第一个步骤 我们爬虫啊 第一个步骤 还是去做一个目标网站的一个分析 好吧 啊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确定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啊 确定我们需要采集的数据是什么 哎 是什么 对吧 它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确定的 好吧 好 首先第一步我们确定我们需要的数据是什么 对吧 其实很明确了 对吧 啊 我们刚刚已经打开了看了一下 对吧 我们需要的数据很简单 对吧 就是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小姐姐图片 对吧 全部给它采集下来 对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 对吧 除此以外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数据啊 对吧 这些图片 它在哪里 对吧 大家可能会问 哎 不就是在这个网页吗 对的 对吧 就是在这个网页 但是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呢 怎么去给它抓下来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去采集的数据呢 它其实并不仅仅是这样的一张小图片 能理解吧 我们需要的什么呢 如果说 你想一下 如果说这张图片 它放到我们桌面上面 我给它放大 对吧 放到我们桌面上面 当做一个壁纸 你去想一下 对吧 肯定是比较模糊的 对不对 非常模糊 对吧 这个边边缘啊 像这个打了马的一样 对不对 这个 不去多说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下载的图片 它是一个大图片 对吧 在这里面有一个点击 查看这个清晰大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图也一般般 当然没关系 我们看一下 这张大图的话 是我们要去下载的 并且的话 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发现的是这个尺寸 它这张图片 虽然大了一点点 大了一点点 对吧 但实际上 它的一个清晰度 也是稍微高了一点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 我们放大 对吧 放大之后 它的一个模糊度 也少了一些 对吧 这是我们要去下载的 真正的一个大图片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 今天本集的目标 首先的话 先去分析一下 当前的这个图片 对吧 它在哪里 对吧 我们已经确定了 是这个小型图片 对吧 但是这个图片在哪里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在这里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去通过右键 同学们 右键打不开 右键打不开 对吧 尴尬不 对吧 我发现右键 它打不开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 在这里面 有两种方法 因为在这个网页当中 它是不让我们 去查看网页员的码的 怎么办呢 在这里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直接在这个地方 对吧 在这个广告栏里面 对吧 有一个这个地方 可以去右键 查看网页员的码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会计键应该可以 Counter加U 对吧 也可以打开这个 原代码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好吧 怎么去查看网页员的码 对不对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网页员的码当中 我们要去确定 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对不对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要去找到 注意 在这里面 我们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去在详情页面 对吧 去拿到 所有 所有的小图片链接 对吧 找到小图片链接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找到里面 所有的小图片链接 对不对 在这个页面里面 好吧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鼠标的滚动 滑到了这个地方 找到了这么一些图片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链接 我们可以点击尝试看一下 好吧 那么这里面 所有的小图片 我们就找到了 那有东西问 哎 我不是要大图片吗 对吧 这个小图片 对我来说 有什么用呢 对吧 其实是有用的 好吧 有用的 有什么作用 具体有什么作用 好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好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张小图片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通过某一种方式 要把这张小图片 给它变成一种大图片 对不对 怎么变 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 点击查看清晰大图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 对不对 去看一下 好吧 F12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 我们通过这个右键 对吧 通过这个东西 选中这张图片 选中那张图片 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张大图 它的一个链接 好吧 这张大图链接 应该能找到吧 同学们 有没有找不到的同学 对吧 这张大图片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有的话 其实跟我说 好吧 不要用 不要跟我用因言交流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过对比 去看一下 它们之间 什么区别 对不对 它们之间什么区别 先简单 对吧 在这里面 我们的大图图片 其实你眼睛够细的话 看得够 对吧 眼睛够小的话 对吧 就能够发现 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对吧 它们链接之中啊 在这里面 对吧 有一点变化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 我就尝试着 把这个360 下滑线360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SOURC1 回车 对吧 那么这样小图 它就变成大图了 对吧 那么首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如果说我把这些小图片 全部给它获取到之后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小图片 对吧 将 小图片 对吧 可以转变为大图片 对吧 这个能够理解吧 对吧 到最后一步的话呢 转变为大图 我就可以保存图片了 对吧 这个地方能够理解吧 对吧 不能理解 我不理解 是吧 我不理解 有不理解的东西啊 都把这个我不理解 打在公屏上 好吧 都把我不理解 打在公屏上 好吧 理解的同学 可以敲个一 或者说成小英华 对吧 都可以啊 好吧 当然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啊 对吧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数据 对吧 他 我现在的话呢 通过访问这个页面 对吧 拿到这里面 所有的一个图片链接 注意 对吧 拿到所有的一个相册链接 好 拿到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去访问所有的相册详情页 对吧 拿到里面的所有图片链接 好 拿到之后的话呢 我们通过批量的去访问 就可以拿到里面所有数据了 对不对 啊 这个步骤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对吧 我们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啊 分 啊 代码的一个实现步骤 好吧 这是这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 对吧 通过这个request这个模块 对吧 去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对不对 好 发送网络请求 也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模块 像这个链接地址发送请求 好吧 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嘿 发送完网络请求之后的话呢 第二个步骤 对吧 去获取数据 对吧 获取什么数据 就是这个网页的一个原代码 对吧 网页原代码 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对吧 在这里面 对不对 我们通过Ctrl加一个U 对吧 获取这个网页原代码 好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 获取到什么 获取到所有的这个 相册页的一个链接 对吧 获取 在这里面 第三步 对吧 第三步 去提取 注意提取这个 我们需要的数据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的这个 壁纸标题 注意 壁纸标题 以及这个详情页 链接 对吧 这是第三步 好 然后第四步啊 就是在这个里面 对吧 然后第四步 通过这个 Request 这个模块 对吧 像 每一个 地址 每一个壁纸 壁纸 详情页 详情页 对吧 去发送这个请求 对吧 获取这里面 注意 这里面第五步 对吧 获取数据 对吧 同样 还是网页 原代码 原代码 对吧 这是这一个 然后第六步 对吧 在里面 就去 提取 注意 提取 所有的 小图片 链接 对吧 然后第七步 对吧 将这个 小图 链接 对吧 转变为 大图 链接 对吧 然后第八步 对吧 就是像 每一个 对吧 大图片 对吧 发送 网络 请求 对吧 然后第九步 对吧 就是去 并且呢 获取它的一个数据 好吧 获取图片 二 禁制 数据 对吧 第九步 就是去保存 图片 对吧 这个的话 那是我们本节课 所要去实现的一个案例的 所有步骤 对吧 以及这个思路 对吧 当然在这里 对吧 就很多同学就已经撤退了 对吧 就已经被我劝退了 对吧 在这里还留下同学了 能够听懂同学 好吧 可以给我敲个一 好吧 对吧 刚刚通过我这一波分析 就把他们劝退了 请叫我劝退大师 我是劝退之中的成功大师 好吧 然后呢 坚持下来同学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 好吧 有地方听不懂 可以随时的跟我说 好吧 也不要不说 不要直接被我劝退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首先 请问我们代码了 首先第一步 去导入一个模块 叫做Request模块 去帮助我们 发送网络请求的模块 发送这个网络 请求的模块 好吧 是第一个模块 好 那么这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 好吧 第一个步骤 就可以去完成 我们第一个步骤 好吧 通过Request模块 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好吧 怎么发送 点上一个get 把我们的这个地址 注意 这个地址 给它传进来 好吧 给它传进来 通过这个引号 粘贴进来 好吧 那么这个请求 我们就已经发送成功了 好吧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Response 接收一下 好吧 当然在最后面 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去获取 它里面的一个数据 好吧 当然啊 这个步骤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 好吧 应该能够听懂吧 有没有听懂的同学 可以随时地跟我说 好吧 好 然后呢 第二个步骤 就是去获取数据 获取当前的这个 网页 原代码 好吧 这个网页原代码 我们直接通过Request 不对 Response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Response 注意 之前我有遇到过一个 比较奇怪的东西 对吧 我们Response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变量名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变量名 它是一个变量名 重复几遍 变量名 好吧 并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模块 之前就有遇到一位灵技术同学 怎么做呢 他就把这个import 把这个Response这个东西 给它这样导入 对吧 给它这样导入 出奇意料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Response 它没有报错 它没有报错 然后它通过Response 对吧 再点上一个test 对吧 再点上一个test 好吧 这种做法 同学们不要去做 好吧 这个Response 它是一个变量名 不要这样去导入 好吧 不要这样去导入 重复几遍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些地方 我们通过它里面的点上一个test 就可以去拿到里面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好吧 我们再次点上一个print 回车 打印一下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右键运行 好吧 那么这个网页原代码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拿到了 好吧 就已经拿到了 是这一个 对不对 是这一个 对面的话呢 如果说博信的话呢 可以去对比一下 对不对 对比什么呢 对比当前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它们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就没问题 是一样的就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执行这个步骤 那么这个网页原代码的话呢 在这里 我暂且的话呢 用一个data html 接收一下 好吧 用这个给它接收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 去提取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 好吧 在这一部分 如果说有同学啊 在这里 关于我们数据提取这一部分啊 这个步骤 一直以来是我们光学学员的一个大难题 好吧 关于这个点 如果说你有听不懂啊 有任何听不懂 当前 对吧 我讲一遍 你听不懂 没关系 好吧 没关系 没有一点关系 你不要担心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尽量的 对吧 可以先听 能够听懂 听不懂 没关系 好吧 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公开课上 在我们系统课里面 其实也要讲 要讲多久呢 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21模块吧 首先 import一个21 对吧 这个是我们这个正则 正则 表达式 对吧 模块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在观课 在系统课里面 就要讲上两个小时 所以说这一部分 你听不懂 没关系 好吧 尽量的去知道 我们下一步骤 要去做什么 对吧 你只要关心 你只要关心什么呢 你只要关心我们现在 要做什么 而不是 怎么做的 能理解吧 这个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要去提取里面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的 你们现在先不要去操心 我们直接按照这个步骤 去实现就可以了 因为我直接去讲的话 可能同学们 对吧 就直接被我劝退了 所以说 这一步骤的话呢 你们先听一下 怎么做的 不对 要做什么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要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 去提炼 提炼我们的什么数据呢 提炼里面这些数据 看到没 不是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图片 所有的图片 在这个地方 对吧 所有的链接 都在这个网页当中 对不对 然后下一步骤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网页当中 去定位到我们需要的数据 比如说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相册 对吧 相册上面的话呢 有一个 GK上语 生系列 生气写真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网页 在这里 它刚好就有这一串 对吧 刚好就有这一串 以及的话呢 下面 对不对 下面有这个欧美 有美的 对吧 还有这个 其他国家的 对吧 都有啊 对吧 还是挺丰富的 对不对 包括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永词里面的 对吧 永词里面的也有 真不错 对吧 这个是永词里面的 对吧 包括说还有其他的 对不对 这个是优雅 迷人的 对吧 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去对比 对比什么呢 对比我们这个 这个一面 对吧 你去看一下啊 当前第一个图片 GK 对不对 第二个 这个欧美的 对吧 第三个 永词里的 对吧 第四个 是这个 优雅迷人的 对吧 通过这种分享 我们发现 老师爱没有 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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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 我没有这么 那啥 对吧 人见人爱 对吧 看见一个爱一个 不至于 对吧 我还是单独来说 我比较喜欢 这个永词里的 好吧 好吧 我们复制看一下 好吧 复制看一下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发现 他们这个 之中 对吧 有一些 什么呢 有一些规律 发现没有 我把这个 给它去一段 对吧 我们把刚刚这些东西 给它复制出来了 对吧 我们发现 他们之间 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啊 看见没 对吧 什么规律呢 在这个里面 对吧 有他们的一个链接 首先有他们链接 这个我知道 对吧 有他们的一个标题 这个我也知道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标题 对吧 去掉之后 把他们的这个外衣啊 把他们一脱掉之后 对吧 我们就发现 他们之间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发现没 对不对 是一样的 能理解吧 对吧 把这个欧美的一脱掉 对吧 把这个JK的一脱掉 你发现他们之间是一样的 对吧 发现他们之间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21正正表的事 就可以去提取 他们这个一样的内容 能理解吧 好吧 在这里面 我们就去写一个 比如说21点上一个find out find out什么意思 这个是查找的意思 找到所有 查找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要在哪个地方查找 要在这个网页源代码当中 查找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什么方式查找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if 把这个拖完之后的东西 给它攒进来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要匹配的内容 我们都通过一个 括号点信问 给它匹配一下 好吧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print 打印一下 好吧 它到底是个少玩意儿 对不对 好吧 这关于这个 当然这一部分代码 你听不懂没关系 好吧 我说了 我说很几遍 对吧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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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这个没有去系统的学习 因为这个我们课单上 对于我们系统课程 都要去讲上 都要去讲上这个 两个多小时 对吧 甚至可能说更久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现在听不懂 没关系 对吧 你只要知道 我们是怎么做 现在要做什么 对不对 要去提起数据 对吧 并且我通过这些规则 在我们这个网页源代码当中 找到了这些数据 我们运行看一下 好吧 对不对 是不是找到了这些数据 对吧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其他你不知道 没关系 问题不大 那么这些东西 我就已经提出来了 对不对 简单吧 但是你听不懂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这样代码 对吧 可以去提起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我就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URL 一个List 接收一下 好吧 用这个接收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在这个 通过一个循环呀 for一个什么呢 for一个URL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Tattle 对吧 in一个 Dictal in一个URList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谈一下 这个URL是啥 对吧 Tattle又是啥 对不对 我们右键运行看一下 好吧 运行完之后 对吧 我们拿到了这些数据 对不对 当前的这个URL 对应者就是我们的这个链接 Tattle对应者就是我们的这个标题 好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那么现在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通过它 去批量的 去访问 对吧 去 这个第几步啊 第四步 对吧 通过request模块 向每一个详情页 向还是向 每一个B字详情页 发送警求 对不对 好 怎么发送警求 对吧 发送警求 是不是用request这个模块 对吧 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get 对不对 点上一个get URL 对吧 这个B字详情页 对吧 向哪一个网站 像B字详情页 B字详情页 对应者是谁 对应者是这个URL 对不对 然后把它粘贴进来 好吧 那么这个警求 就跟上面的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 我现在用一个变量 去代替了 去替代了 好吧 然后在这个前面的话呢 我用一个什么呢 同样 对吧 你可以用一个response 对吧 当然这里名字要改一下 对吧 不然它会冲突 好吧 用这个response二 接收一下 好吧 然后这个第四个步骤 像每一个B字详情页 我就发生时间成功了 对吧 如果说像同学们 对吧 像你如果说 在这个网站当中 对吧 你要一个一个 发送警觉 你要怎么办 对吧 一个一个训组 你要打开这一个 对吧 然后打开下一个 然后一个一个点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一行代码 就可以批量的访问了 好吧 这关于这个 我们爬虫 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效率问题 对吧 可以去批量的 帮助我们去获取它里面的一个数据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 当然啊 如果说有同学们 对吧 对于这个 比如说啊 像之前可能有同学 想去做一个什么 抢票啊 对吧 又或者说是做一个 做一个啥呢 做一个这个 等一下 对吧 做一个 秒杀 对吧 又或者说是做一些 对吧 爬一些这个 不 爬一些这个 不能看的一些东西 对吧 爬一些这个 比较 比较这个 羞涩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个 其实我们爬虫啊 对吧 爬一些小视频啊 对吧 爬一些这个 这个这种 带颜色的小说啊 对吧 像这种东西啊 我们passen 爬虫 对吧 其实都是可以去做的 好吧 都是可以去做的 当然你提前的话呢 需要你有这个技术 好吧 像这个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导入了这个parsal模块 好吧 这个parsal模块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 数据解析啊 也是数据提取的模块 提取的模块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用到第二种方式 现在的话呢 我们暂且 不用这个 二一正式表达式去提取了 对吧 我们下一步 虽然还是提取数据 但是这里我不用二一了 好吧 注意 好不好 我不用二一了 能理解吧 这个 数据解析啊 其实有很多方 有很多方法 对吧 有很多方法 但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不可能说 对吧 一节公开课 把所有的这个数据解析方法 全部给你 对吧 全部给你去讲一遍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内容吧 对于这个内容 还是需要值得去 还是需要值得注意这个点 对吧 像我们现在 主要用到的另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css 选择器 对吧 这个东西就需要你去学习 这个html的一个基础 那就吧 需要你去学习html的基础 如果说你这一部分也听不到 没关系 哈哈 没关系 好吧 你只要知道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对吧 具体怎么做的 你可以客户 对吧 再去看一下录播 或者说再去找一下 相关的知识点 对吧 这里我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这个提取规则 全部讲一遍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 呃 现在啊 这个页面 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我通过这个parsal 点上一个select 注意 这里是大写的select 对吧 重复一遍啊 注意 这里是大写的select 好吧 你不要搞一个小写的啊 说 老师 我跟你代码写的一样的 但是我拿不到数据 好吧 这个 对吧 我强调了很多遍 对吧 大写大写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面 哎 我就把这个select 哎 玩 接受一下 好吧 接受完之后 下面我通过这个select 点上一个css 在这里面 我通过写一些语法 去提取我们那个数据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已经其实啊 已经来到了 来到了什么呢 来到这个详细 我们看这个泳池吧 我比较喜欢这个泳池的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泳池里面 好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哎 怎么回事 好吧 来到这里 好吧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呢 我们去右键 右键 打不开 对吧 Ctrl 加一个 不对 直接F12吧 直接F12 好吧 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写一些啊 比如说的话呢 在这个element 元素面板当中 好吧 元素面板 这个是一个 咱们的一个元素面板 元素面板 这个元素面板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 我们什么呢 我们这个网页元代码呀 对吧 是我们网页元代码 渲染之后的一个数据 对吧 渲染之后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 现在啊 这个element 我写一下吧 对吧 这个 写一下 好吧 这个 E-L-E-M-E-N-T-S 对吧 这个元素面板 当中的数据 对吧 当中的这个标签 对吧 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个内容 对吧 跟我们这个 网页元代码 内容 对吧 是大致 相同的 对吧 是大致相同的 注意 大致相同 这个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们两者之间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 拿它来做一个参考 对吧 去写我们的一个 CSS语法 去提取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所有的小周图片 在哪里 在这里 对吧 在这里 所有的小周图片 都在这里 那么怎么办 那么在这里 我就可以写一些语法 对吧 去定位到这些小图片 Ctrl加F F 对吧 我们把刚复的东西 给它粘定进来 并且前面加个铁 对吧 然后再往下面去提取 对吧 提取里面的什么呢 提取里面的这个DIV 注意提取DIV 对吧 这里面总共有八张图片 对不对 是不是对应着这八张 是吧 然后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里面有一个Image 对吧 Image就是所有的小图片 小图片了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要去定位到 这些小图片 怎么办 直接Image 八张小图片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 给它复制一下 好吧 复制完之后 粘贴 粘贴之后 它就可以给我们 找到所有的 这个标签 对吧 找到所有的标签 并且 这个里面 是有它一些 图片的一个链接的 好吧 是有图片链接的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 注意啊 注意 现在我们提取了什么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语法 通过这个 对吧 提取了什么 提取 提取 注意 提取的是 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标题当中 标签当中的什么 是我们标题当中的 这个Image 整个 整个 Image 标签 但是 我们需要的 数据 是什么 对吧 是不是 所有 所有 小图 链接 对吧 我们只需要链接 这个标签 我不需要 怎么办 在后面 注意 在后面 加上 两个冒号 attr 复号 herf 不对 src 对吧 这题为什么要这么写 对不对 在这里面 你看到没有 src 对吧 有一个src 里面 存放着我们的链接 好吧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 在后面的话 我们点上一个getout 获取到所有 我们打印一下 右键运行 对不对 那么所有的图片 它就已经全部都给到我了 对吧 但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一个的小图片 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对吧 它是小图片 注意没有 对吧 这一部分能够听懂的东西 好吧 可以给我敲个一 好吧 可以给我敲个一 我先喝个水啊 冷静冷静好吧 都听梦了吧 都听梦了吧 没有 对吧 能听懂吧 对吧 很清晰 很清板 很清板 好吧 我怀疑你是用的写字啊 同学 对吧 你不是打字吧 同学 你是用手写的吧 好吧 这个陈建伟同学 无比 怪不得 这个写出来的字 就是不一样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很清晰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要做一个操作了 对吧 第七步 我们提及到了 所有的小图图片 对吧 这个小图图片的话呢 我就用一个 Image的一个 类似的 对吧 Image URL 类似的 接收一下 接收完之后的话呢 下一步啊 注意 我们要把 所有的小图片 全部转变为 大图片 好吧 那么现在 有同学能够 给我一个思路吗 对吧 有同学能够 给我一个思路吗 对不对 现在的话呢 我拿到的图片 它是啥 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在我们这个程序 在我们Passion 语言当中 对吧 我们现在 拿到的数据 对吧 容器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它是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提取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先要把这个 所有的小图片 一个一个的 给它打印出来 然后我才能 给它提取 对吧 才能给它改变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怎么办 列表 怎么办 循环呗 对吧 循环我们当前 这个Image的一个UIL 对吧 因一个Image UIL list 对不对 然后漫号 对吧 我们可以批量的 打印一下Image UIL 回车 运行 对吧 那么第一张图片 对吧 第二张图片 对不对 所有的图片 全部给我 打印出来了 是吧 所有的打印出来了 好 那么既然 打印出来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 去替换了 注意 对吧 就可以将所有的小图片 转变为大图片了 好吧 那么具体怎么转变 我先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对吧 首先的话呢 在这里我拿到这个链接 好吧 在这个链接当中 我们复制粘贴 粘贴 现在是张小图片 对不对 我现在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大图片 怎么办 在这个前面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 前面有一个360 360 我给它替换为什么 我给它替换为这个S-O-U-R-C-E 回车 变成了一张大图 对吧 这张大图 来完了 没关系 来完了 没关系 这个李大同学 这个东西 你应该之前听过 就没听过 也没关系 对吧 对于系统 个人的学员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态度 往往是不一样的 往往是不一样的 毕竟交了钱 对吧 你有问题 对吧 客户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找到 我的一个微信 好吧 包括这个录博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找 我们的公司老师去要 好吧 跟曼克战的VIP 待遇不一样 确实 对吧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发现 它我改了一个链接例子 对不对 它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吧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 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也是要做这样的操作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 把里面 所有的 注意 所有的图片链接 这里面 里面的所有 360 360 给它改变成什么 给它改变成这个 SOU21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 点上一个replace 对吧 把里面的这个 这个东西 消化线 不是 就这个360 消化线 360 给它 T换为什么呢 T换为这个S OU21 好吧 然后当然我们再打印一下 再打印一下 右键运行 好 那么这些图片 我们点击看一下 这是不是大图 对吧 然后下面看一下 是不是大图 是吧 然后下面看 对不对 高清的 对吧 高清的 无码的 还是 对吧 开心吧 还是无码的 是吧 然后在这个前面的话呢 我们 用一个啥呢 是吧 用一个这个 还是同样 用一个image UIL 给它覆盖一下 好吧 给它覆盖一下 注意 好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执行 执行第八个步骤 对不对 向每一个大头片 发送网络请求 并且获取 这里面的二进制数据 好吧 获取里面的二进制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 request什么块 点上一个 get 把我们这个 image UIL 传进来 对吧 那么这个请求 发送成功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问题 二进制数据 怎么获取 对吧 我们刚刚说到什么 点test 获取网页原代码 对不对 那么这里 二进制数据 没有说啊 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可以点上一个content 好吧 点上content 它的话呢 就是去获取 二进制数据 二进制的一个内容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用一个 imagined一个data 接触一下 好吧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点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个 那就吧 好 那么这个东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这个 叫啥 对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图片数据 对吧 我们等一下保存要用 对吧 那么在之前我们再想一想 保存图片 对吧 是不是 还要 有一个 图片 名称 对吧 如果说这个图片名称都没有 我怎么保存呢 对吧 好 那么首先图片名称怎么做 对吧 图片名称怎么做 在我们实际上 对吧 在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有啊 对吧 它就有啊 对吧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 给它提出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提取呢 我们通过email UIL 点上一个split 对吧 把我们的这个东西 给它通过一个 写杠金分割 然后取到最后一部分内容 对吧 对于这个步骤 我们 如果说有不懂的 对吧 我们可以去演示一下 好吧 通过一种 另一种方式去演示一下 对吧 在这里面 好吧 我们去看一下吧 对吧 比如说的话呢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 UIL 等于 这部分内容 回车 对吧 UIL等于它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对吧 就要对它进行替换 首先UIL 是一个变量 对吧 我通过split 进行分割 对吧 里面的话呢 我去通过斜杠分割 对吧 回说 对不对 分割完之后 它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里面有什么 有这样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对吧 它都把我们这个链接 通过这个斜杠分开了 那么理解吧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URL 通过这个东西 对吧 去拿到什么呢 拿到它后面的一个 通过这个复一 取到的是什么 取到的就是最后面一个内容 好吧 我们通过回车一下 对不对 取到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可以当做我们的 当做我们的什么 当做我们的这个标题内容 对不对 好吧 这关于这个点的一个 强细的一个讲述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Imagic的一个 Imagic的一个Title 接收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数据了 好吧 我们可以位置一个 Open 对吧 把我们的一个 把我们的一个Imagic Imagic 对吧 把我们的图片 全部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对不对 我把这个图片把它干掉 好吧 干掉完之后 对吧 保存在这个里面 并且呢 加上它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保存到这个标题里面 对吧 并且的话呢 还有它的一个Imagic的一个标题 好吧 当然啊 在这个之前 同学们 注意一下 它肯定会报错 为什么 同学们 想一下为什么 对不对 我说它肯定会报错 把F点上个外套 对吧 明白 为什么会报错 同学们 想一下 对吧 没有思路吧 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思路 对吧 但是为什么会报错 我刚刚为什么这么肯定 对吧 它一定会报错呢 这个写错了 不好意思 同学们 同学们 想一下 对吧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的话呢 对吧 有效法性之类的 对吧 恭喜 答错了 恭喜你 答错了 对吧 真的表达是 也不对 也不对 同学们 在这里想一下 对吧 我还有个不准没写啊 同学们 还有个东西没写啊 在这里面 所有的标题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标题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有个东西没写啊 什么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夹啊 注意啊 在这里面 对吧 我是保存在Image 什么 下面的一个文件夹 对吧 文件夹里面的一个标题 一个图片 对吧 图片我们可以不用去创建 因为这个 它就是去创建图片 但是呢 文件夹 我有没有创建啊 没有 对不对 好吧 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创建文件夹 对不对 去创建文件夹 好吧 在这个前面 在这个前面 我要做一个步骤 对吧 创建文件夹 对不对 然后对吧 这个注意啊 文件夹怎么创建 我们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一个OS 对不对 Import一个OS OS点上一个 点上一个PASS 对吧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这个 EXISTS 这个单词总是不提示 让我很难受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在我们当前 这一个 在我们当前这个 Image文件夹下面 对吧 如果说它没有 它不存在 这个文件夹下 不存在 注意 不存在 对吧 它不存在这个文件夹 那么怎么办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对吧 这个文件夹 它的名字 就叫做这个 复制 粘贴 好吧 那么这个文件夹 我就已经新建好了 那就吧 然后前面的话呢 我给它打印一下吧 好吧 Print 对吧 这里 为了好看 为了效果 对吧 这是前面 对吧 正 不对 正在 爬去 这边有谁 Title 对吧 前面加个F 复制 粘贴 好吧 那么这个就已经搞定了 对吧 我们运行看一下 呗 直接报错了 好吧 这里写错了 不好意思 朋友们 这里是Image Data 运行 好 我们暂停一下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给它删掉 好吧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对吧 写错了 写错了 小失误 小失误 没关系 好吧 那么当前这个页面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 爬去成功了 好吧 到这里啊 对吧 能够听懂东学 没有问题的东学 对吧 可以敲个衣 刷头钱花 都可以 好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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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